南投县原住民部落大学 今日举办开学典礼活动 原民局长石强表示 部落大学的目的 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传承 更是希望透过部落大学 让部落居民学习有用的技能 借此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 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说 透过这样一个部落大学的开办 让我们可以终身学习 透过这样的一个大学 把我们的文化传承 真的因为有时候 我们要品质着 活到老学到老将那个精水 所以不仅在部落 能够最后在部落都有一个班 而且把这些最基础的文化的 专程语言还有观光还有农业 最后还是健康 这样的一系列的整个总和 都涵盖在这个大学的课程里面 县议员廖文贤表示 南投县原住民部落大学 聘用学校的校长 已担任部落大学的委员 也聘请部落其老担任讲师 也相信在这样的师资之下 部落大学能够蓬勃发展 学校的校长当部落大学的委员 跟教授以外 还有我们部落的其老 对我们原住民的整个文化 知识等等非常丰富的 来做我们的部落大学的老师 相信在这么雄厚的知识之下 我们部落大学能够整个校务 能够蓬勃发展 县议员石庆龙表示 部落大学有别于一般大学 更贴近原住民的需求 因此部落大学的办理 也能够让不管是山地或是平地的原住民朋友 都能够学习到有用的课程 有别于我们一般社会大学 另外一个等于是蛮亲近 我们原住民相信 最重要的就是在部落大学方面 举办能够让我们南楼县 不论在原乡或者是在平地 居住的我们的这个原住民的乡亲 老老少少 大家能够参与 去学习大家喜欢的这个课程 副医长潘一泉肯定 南投县政府办理原住民部落大学 帮助部落文化传承的用心 也期许未来部落大学 也能够将产业及观光推展 结合课程来办理 帮助部落有更好的发展 记者陈伟一 普利采访报导 好 好